我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把白条鱼放锅里炸一炸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经典的美食 在饭店售价68元 吃过的顾客都赞不绝口 下面我就把详细的制作方法分享给你 首先准备适量的小白条 这种鱼属于淡水鱼 口感鲜美又营养 接下来我们将白条鱼的内脏全部的去除干净 去完以后我们将它装入一个盆中 接下来用流动的清水将白条鱼繁复的冲洗干净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卫生 更加的健康 最后直到水变得清澈 这道美食我们平时可以多做一点 做好以后放入冰箱 随吃随取都是非常的方便 最后呢我们将白条鱼捞出 控干里面的水分 下面我们开始腌制白条鱼 盆中加入适量的葱姜和料酒去腥 再加入食盐鸡精和胡椒粉 最后加入一些万能调料13香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将白条鱼腌制10分钟 下面重点来了 我们来调制一个脆糊 盆中加入一勺脆炸粉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油 这样能使糊变得更加酥脆 最后加入清水搅拌均匀 最后拌成拉丝状就可以了 切记里面不要加鸡蛋 然后将白条鱼控干水分 倒入壶中 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表面挂上一层薄薄的嵌壶 下面起锅加入适量的清油 油温五成热 我们将白条鱼一条一条的下入锅中 下完以后 我们切记不要去搅动 直到白条鱼完全的定型 我们将它抖散 整个炸制过程大概需要五分钟 然后我们将捞出的白条鱼再次的复炸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酥脆 最后直到将白条鱼炸的色色金黄 外焦里嫩 这时我们就可以捞出控油 朋友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炸好以后 我们出锅倒入一个托盘中 然后再撒上一些烧烤料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美味 朋友们来听一听这酥脆的声音 一口一个真的是非常美味 然后我们再装入一个盘中 这样一道咸香美味 金黄酥脆的干炸小白条就制作完成 用这个方法炸出的小白条 口感不单酥脆 而且放上一天都不会回软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关注转发和点赞 非常的感谢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